粉丝 他们非常喜欢她 而且都举了她的牌子 高举起来吧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 GIMMY 乔仁良 有请 世界的风 黑色的天空 我想跟未来无中 永远有多久 那爱情的气候 她翻滚在心中 这世界就是这样 梦来了游走 是蓝色的气球 这黄色的月球 仅看着安静宇宙 像谁真正 银天明明 又是谁把气球放纵放纵 让微风将一切牵手 那靠着乌鸦的天空 却是我 把往事定格几秒钟 看呀看的天空中的小气球 黑的红的蓝的白的全都飞走 爱的恨的恨的恨的那些梦 我应该穿住什么 看呀看的天空中的小气球 黑的红的蓝的白的全都飞走 爱的恨的恨的恨的那些梦 我应该穿住什么 我应该穿住什么 看呀看的天空快要下雨了 听呀听的那些梦 那全都飞走 忘不掉了那些世界外的天空 我应该穿住什么 看呀看的天空中的小气球 黑的红的蓝的白的全都飞走 忘不掉了那些世界外的天空 我应该穿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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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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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的表演 谢谢 而且我们节节班的同学 跟他配合得很好 对 非常符合这首歌曲的气 因为其实大家也注意到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阴天气球 对没错 然后我们节节班的同学呢 特地每人拿了个气球 而且气球上面 都是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些压力 对 写了很多词 你有没有看清楚上面写的 说实话我还没有看清楚啊 比如说 每个人把自己的那个气球上的 说一下好不好 啃老族 啃老族 就是用父母的 用爸爸妈妈的 对 然后我是房奴上面 就是一直为还贷而 那个 还有呢 我是那个裸婚 听搞笑的 这个裸婚 你知道什么叫裸婚吗 你知道什么要裸婚 有有有听说过就是 最低成本的结婚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裸婚就是说 只去打个结婚证 然后不去办酒那种 连去登地的地方都要走 我就去一下吧 这很实惠的裸婚 对啊 这很多人就决定 只要有感情在吗 两个人在一起一起打拼才好 没必要告诉别人 嗯 其实你的这首歌曲 好像也是反映了年轻人的那种 在生活当中的压力无奈 对不对 没错 这是我 我可以说是我新专辑里边 最爱你一直乐什么呀 不是 对 还是最后一位没说 哈哈哈 他演的是 他那种节奏都掌握得很好 其实我 真怕到他那儿垮 就直接耗过来了 其实我在激发他的表演能力 那人俩你 我做个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吗 刚才我的表演其实也蛮清晰的 来 从这里 哎 大便活人 哈哈哈 羊颠峰 玩电动 哦 司机 你是 开车的车奴啊 对 是我的表演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让他说什么 哈哈哈 对 在他说的时候知道 进一段广告 对 你能体会他 那我们KIMI手上 已经拿着这张新的专辑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专辑的名字叫什么 钻石 我的第一张专辑 哦 钻石啊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就是 女生有可能会想到 啊 blingbling的闪闪的爱情永恒 其他就是 自然界当中最坚硬的一颗石头 弯强很坚硬 而且 有很多面这一次也是 带摇滚给大家 那不一样是以前的那种 快速的流行朋克流行摇滚 这一次呢是抒情的 英式的摇滚的 重新的尝试 钻石 前面那首歌就是 比较慢的抒情摇滚 就是一方面代表你对这种艺术 就是音乐的执着 另外一方面 可能代表你的多面性 好了 接下来呢 这首歌曲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歌名 就叫Happy Birthday 那我们想听听KIMI 他唱的有什么不一样 好不好 那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 一首歌曲呢 一首歌曲呢 手提的下策 迎着倒面的快乐 外婆家的那条河 你是否还记得 想念的附和 眼睛与你分割 我续导致我太过于胸索 没能给你们什么 陪在你身边 幸福不在 卡帽遥远 闭上你双眼 来许下 美丽心愿 Wed in love Happy birthday for the love Happy birthday 你是我最大的惊喜 I need you Wed in love Happy birthday Fall in love Happy birthday Walking in 最大的惊喜 我要在你所有的生日 陪着你 谢谢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碰高音乐手机 节节高声 我是维嘉 我是乐乐 我说实话 我从没有想到过 适合你坐在同一个浴缸上 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秀呢 要遇到这么浪漫的生活场景 也就是浴缸 让我们请出今天下一位